蔣芸官 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9人以及罰電人數 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上次議事錄 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 内政委员会第29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 时间105年7月4日 上午96分至9047分 下午2034分至5030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室 出席委员赵委员天灵等15人 列席委员陈委员亭飞等28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等 主席陈召集委员齐迈 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 与主席宣告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 及相关部会将最近与对岸沟通的 所有相关文件及传真 稍后提供给委员后等 增列105年6月30日 VOD摘要文字为附件资料 降如附件一 本案才举手表决方式 在场委员10位不含主席 赞成者6位反对者0位 讨论事项 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民等19人 拟据公寓纳架管理条例 第16条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 未及处理 散会时间已屆 散会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国民党的徐真卫委员等 有提一个议事录的意见 我请议事录印给各位 各位认可 按摩 請各位委員尊重一下,要尊重主席,不要直接指揮議事人員 令好了嗎? 民主進部黨立法院黨團、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陳怡傑委員提出更正議事錄提案 針對本院第九屆第一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8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其中主席宣告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相關部會 將最近與對岸溝通的所有相關文件及傳真稍後提供給委員會 註記所有公文文件及傳真需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宣讀完畢 好,假如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們議事錄 你這後面這兩張有拿掉的嗎? 就是昨天這張請教主席這張有拿掉的嗎? 有拿掉的嗎? 各位沒有意見的話,我們議事錄確定 主席做一下的宣告 我們議事錄確定 我們委員會在審查議案 不管是擔任主席或者是委員 都必須依照議事規則來進行 那議事錄有沒有錯誤遺漏 那你必須按照議事規則來做處理 那議事錄記載的部分 在我們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3條裡面 就是非常清楚 是哪些該記載,哪些不該記載 這個在過去都有慣例可循 那假如說在會議的這個開會裡頭 當主席在進行宣告的時候 那台下有委員有意義 那你當要尊重台下的一個委員 假如主席自行宣告 那也沒有取得多數委員同意的時候 那這個宣告是屬於主席個人的宣告 這個不代表委員會的一個決議 這個必須說明清楚 我在這裡做第一點的說明 這是主席的宣告 這是我的宣告,主席的宣告 我也要求要記錄會議記錄 那第二點,我反對任何的黨團 用法案去綁架 整個委員會的一個會議的一個進行 跟議事錄的一個確定與否 我必須表達我個人的一個立場 這是主席的宣告 好,我們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主席,你怎麼看我有神奇問題喔 你有什麼問題 討論事項,審查本院委員 好,休息 兩岸黑箱開場 你再說什麼兩岸黑箱 你再說,還在講 還在講 大料理,還在講 教練,教練藝術啊 那我主席宣告是什麼 他教練藝術啊 可以宣告,我不能宣告嗎 我不能宣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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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兩岸黑箱 你也要宣告啊 我欠你講兩岸黑箱 每天你也要說黑箱 你突然就是黑箱嘛 你突然就是黑箱嘛 你突然就是怎樣啦 你寫得對的東西寫得很清楚 所有立法院的文件 本來就全部都要按照 你念議事規則也有問題啊 主席告訴你 主席在教你怎麼要有議事規則 那你本來就能這樣做啊 不是代表三十年還不懂議事規則 現在民進黨是競聲嗎 三十年還不懂議事規則 大笑話 那兩岸黑箱又怕怕 你像這鞭而已 每天就拿那兩岸 那三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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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記得講 大家都可以講啦 答案案公司講 那好啊 那現在開會啦 你要講出去講啦 不是啊 我成績問題 反正就是要處理 問題就是在協商 包括在協商裡面 都已經講完了啦 那要還給你了 送給你了 來 好 我們現在進行討論事項 請宣讀 討論事項 那你把它拿掉 主席要求議事人把這個拿掉 來 審查本院委員王玉民等十九人 委員李燕秀等十六人 議事人員 那個 這個把它拿掉 我要準備提案說明啦 好 我們請這個 來 念完了嗎 委員王玉民等十九人 委員李燕秀等十六人 委員盧秀燕等十六人 委員邱秀燕等十六人 委員邱志偉等十八人 委員姚文志等二十人 分別擬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五案 宣讀完 議事人員 把它清楚 這個不是 這個是大家現在已經開始在提案討論 那假如你要大鬧內政委員會 你就繼續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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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所有全國的百姓看到說 黃昭順也在大鬧內政委員會 大家要開會 結果還在致意的 表現這種野蠻的這種在野黨 杯葛意識的進行 好 來 那個程序問題一分鐘 來我看你講什麼程序問題 看你會不會開會 你不要這麼丟臉好嗎 主席怎麼這麼丟臉 時間開始計時 我想 對於今天這個議事錄的記載 後面加註的那幾個字 其實 我們在整個的過程裡頭 我必須要說 全中華民國立法院所有的公文 都必須要按照 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去做的 有沒有註記 其實是多此一舉 今天為了議事的和諧 讓議事可以進行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把主席已經宣告的東西 再度把它 說要用人數多數解來表決 如果今天這件事 不能夠回歸到正常 我想立法院 永無靈略 蘇嘉賢院長那天也同意 如果院長在宣告的時候 我們現場委員不在 然後隔了幾十分鐘回來 我們能不能夠再去 推翻剛才主席的宣告 所以我在這裡鄭重的警告 再用國會暴力用這種方式 好 那個黃昭順委員 沒有提任何程序問題 只是在宣洩個人的情緒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議事 來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程序 來 那個請第一位 我們姚恩智委員做提案說明 別吵了啦 別吵了啦 跳針亂吵 議事錄逐字的IVOD的記載 都非常清楚啦 大家看就知道 有沒有當時那天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杯葛議事的進行啦 在杯葛要幫你送紀律委員會 來 姚恩智委員 好 這個我們 我們其實是鄉人為國啦 我們覺得說 為了讓更多的民生法案 更多 這個對社會大眾 對國人同胞有積極意義的法案 能夠進入審議 而不要讓一個 這個 都已經在 立法院國會殿堂 將近三十年的 一個同仁 好 竟然 用這種 無知 蠻憨 無理的 這個不斷在杯葛議事 讓我們內政委員會被看笑話 好 所以我們 大家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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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有的人就是一輩子教不會 有的人 就是一個笑話 我不能有發語詞嗎 這是我的感嘆啊 你們有很多感嘆啊 當我今天要討論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時候 我想到那麼多人大家還在等待 很多的公寓 他們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我看到這樣開會的品質 我會感嘆啊 好 大家相忍畏果啦 好 我今天提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八條的修正案 其實